今天上Youtube,那因為正好文創中心的停電 那我們就因為停一整天 我們就遇到一下到柏朗咖啡這邊來上課 那今天講的就是說如何就是你的關鍵字 如何去慢慢因為在關鍵字來說 就是要經過不斷的不斷的修整 你的關鍵字才會非常精準 就是說這個是要慢慢的去有時間 慢慢去觀察才能達到的 那這樣子也是不錯的 那我們大家犧牲的假日 來這邊學習就是為了要怎麼樣 為了自己的夢想 去多了解人家怎麼樣成為Youtuber 那這來說是很好的 那學習也了解了大家的型態 也有五種型態 那就是說這可能就是會怎麼樣 是跳脫你一般人認為的 所以你認為怎麼樣 可能你可能以前來說 你如果今天要集到一萬個兩萬個的人 可能你要這個場地費用什麼的時候 那目前來說我的Youtube 點閱人數已經三萬三千人 觀看時間也九萬多分鐘 那觀看的國家有台灣、香港、大陸、還有加拿大、美國、紐西蘭、澳洲、新加坡、越南、阿拉伯大公國 那一般來說 這個已經跨了國界 是蠻不錯的 我們會有很意想不到的 那其實要成為Youtuber成功者 是要有一個主題 那你要能堅持的拍下去 那要有熱情才會怎麼樣 熱情不減的往上往上往上繼續努力 那拍的夜來夜怎麼樣 把自己要報導的東西都可以完全呈現出來 謝謝大家